没错 我们的下一道题呢 还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题感 叫做谁最尽力 给出了四个选项 A选项 TL APA 哎呀 哎呀 走了 这有点难选啊 APA走了 B选项 T1 Owner 哎呦 都选小虎了 小虎尽力了 贵贵 小虎太尽力了 小虎发向6-0 是不是这把 6-1 后面在泉水门口死的 小虎这尽力 是不是就是 节目效果最尽力 纯节目效果尽力了呀 然后那个 就是表面看着 已经很努力了 但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就要偷 我这就要偷 虎铺那句热评了 数据体现不出 你对团队的伤害 确实 但是 这尔巴尽力肯定是 有faker吗 是faker 不是没有faker吗 什么 我以为 说实话 这四个 你真说 就只能选项 真只能 就是 真只能选项 他这个时候 出题人 就把我们引导到了 一个那个尽力的方向 这四个不是 最抽象的四个吗 真不尽力 我感觉第二个也挺尽力的 第二个也尽力 不是 我怎么感觉尽力输的 但昨天拿了把MVP 也是 这都给淘汰了 前天拿了把MVP 但API也挺尽力的 没把被单杀 对 一个没把被单杀 一个owner打野 一点用没有 一个中路 大优势被翻牌 第三个 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是谁 刚才那篮博 就考神王那篮博 那他还挺努力的 他在这三个人里面 还算挺努力的 我感觉 所以你给C是吧 但是感觉选C就没有效果了 这个尽力可以反向理解 就是感觉最那啥子的 说实话 咋理解都 反理解最稿子的感觉 可以在那一二四里面选一个 最稿的 我投小虎 我也投小虎 我投小虎 小虎粉丝 我肯定投小虎 小虎 支持 我支持中国队 我觉得他尽不尽力 他在我心里有尽力了 我支持小虎 你们可以骂我了 我就看到中对我必支持 小虎 小虎 有意义吗 小虎 东北意义 小虎要要领先 小虎要要领先 可以 达成共识 我们这边投的是小虎 那来看一下我们的 核心玩家们的投票结果 是怎么样的 核心玩家也是 核心玩家是懂事的呀 但其实我就是 二在二次之间纠结 感觉 就感觉都挺离谱的 行 就都把对手累够呛的那种感觉 行 希望下一次 小虎不要出现在这个榜单上 确实 来吧 下一题吧 来吧 我们的下一题啊 叫做 谁复刻的更成功 给了四个选项 啊 这个 怎么复刻 小虎啊 这也是小虎复刻的最成功啊 他复刻自己是吗 他复刻自己啊 他换了个队还是复刻了自己 他 就是换了个战队名的 还能复刻之前的那个名场面 完全 没问题 没问题 是这样的 哎呀 我们这个导播的成分 我现在看出来了 那导播真的 说实话没办法 我感觉这一期确实得围绕小虎展开 没有 小虎承担了我们这期节目 90%的节目效果 那其他几个队伍 确实也没打出什么效果 没问题吧 那其他几个队伍 没他这么印象 就输了呀 没有什么印象 对吧 又可以上票了 主要这兄弟们票上了都太快了 太快了 兄弟们发起的都是 没有 没有第二个选项呀 他没有第二个选项啊 我就感觉这个ID摆在这里就很有分量 就核心粉丝不可能记不住小虎 你们 哎 导播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知不知道这四位分别复刻的都是谁 就落后领先以外被翻牌 第四个 我不是很想说 因为第四个有点危险 是吧 你得说 就得你说 零都没有 你发想 什么 什么 零都没有 零都没有 今天有这个呀 没事你说你的 你看你的心率 心率不带动的 67 我怕说完167了 没事你说 试一下 Killin就复刻那个吧 哪个 那个吧 也有玩牛的吧 玩牛的多了 就那个 那个比赛嘛 谁玩牛 啊 有冠军那个是吧 夏季冠军 啊 啊 干嘛呀 干嘛呀 哪个牛 哈哈哈哈 我杀个我杀你 是吧 我心率杀你了 不行 哪个牛 70不太够 70不太够 冒汗了 买头大汗了 就哪个牛 那个牛吧 我怎么知道哪个牛 Dev的我还真不知道是谁 这三个我都知道 啊 第一个谁啊 第一个 那个好兄弟啊 那个男的好兄弟啊 对啊 那个好兄弟啊 对啊 没错 好兄弟啊 冰 冰岛的好兄弟 对啊 啊 也是你好兄弟啊 也是你 你好兄弟啊 哈哈哈哈 也是你好兄弟 没问题吧 这第二个 复刻自己 对 对对吧 完美 这叫原声放送 第三个 我其实想说的是 是不是他想 就是导播的意思是 觉得他在复刻鬼魂 因为玩炸弹人了嘛 对吧 是不是 戴菲也只能复刻鬼魂 但是我只想知道 第四个复刻的是谁 复刻的所有那些 在今年牛头发挥不好的选手 还挺多的 不行吗 那你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他要当晚餐 我 哈哈哈哈 什么 不是 我就提嘴 我提嘴 看来心里远 哦 行 都挺稳定的 都挺稳定的 比如说 没说法 比如说 算了 没说法 这不能比如 要不赶紧吧 要不赶紧吧 别给人僵着了 还是小虎成功 反正小虎最成功 小虎杀死你赛 对小虎杀死你赛 小虎救了饭堂 哈哈 小虎还在经历 小虎真救了饭堂 没错 那么我们几位嘉宾 统一选项 是小虎 没问题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核心玩家们的选项 是什么呢 哈哈 哈哈 小虎 遥遥理行 直接 确实遥遥理行 这个直接 小虎括号2.0 第二个问题 还是 非常 符合我们的预料之中 拿下了这个正确的答案 那么接下来 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问题吧 哎 下一个问题的话 就涉及到一个玄学 怎么又是小虎啊 八败之脚 训练赛无敌 以下哪个最玄学 那A训练赛无敌 B历史重演 C二阶段的欧美 D八败之脚 主要我要告诉大家是 10月20号这个事 已经发生第三次了 对啊 10年 08 那个18年 先弄一次 19年又弄一次 反正现在又弄一次 我们本来以为是 那个男人的问题 就那个男人 一上10月20号就输 我本来以为是他的问题 后来发现好像不是 那个男人现在不在了 依然在10月20号这天 小虎会输不在 对 那男人直接洗白了 我说的就是小明 小明 他夏天不打了呀 夏天休息了吗 对啊 你看他从你的眼神 对啊 我说的就是小明 这全是小虎 我们这导播真的 就这个题 我根本 我的内心 无论我 我怎么想核心观众 我的内心根本不允许 我投除了B之外的选项 我也是 主要这个东西就 他都三年了 都连续的 三次吗 三次 对啊 还有一天 而且还都是 关键这三次 还有一个共同点 这是什么吗 对面中那是Caps 都有小虎 也不是吧 就都是大家赛 Caps19已经去G2了 都是赛前 大家觉得不可能输 是不是这种 对 就都是大家赛前 觉得优势比较大 就这个是真的太玄学了 但是这次 这次优势还好 但这次是觉得还好 实际优势很大 是的 然后还是输了 对吧 粉丝优势大 也三句不理粉丝 我跟你说 粉丝优势大 回头给你爆破了 真的 给你爆破了 那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吧 你的微博解说Remember 解说Remember 投一下吧 我选2啊 没有别的选项 这导播有问题 唯一选 导播有问题 现在下一个选项 下题是不是还跟小虎有关 我跟你说 今天就给那个虎毛都糊凸了 老虎过来身上一根毛没有了 来吧 我们都选B是吧 全都是2 是的 全都是2 这个选项里边没有一个字 是这个跟小虎有关的 但是就是字字不提 来看一下我们核心观众们 是怎么看待的吧 真是逮着小虎 是的 独心这块还得是我们这边比较专业 确实跟我们的玩家预测是一模一样